來 麻煩師傅 就這麼一起來 一下一下一下 醬燒玉子排 醬燒玉子排 對 我好 我個人超愛 好 來 麻煩師傅 好 那我們一樣 先點火 準備的是排骨嘛 排骨 還有我們的 新鮮的芋頭 山芋頭 這是已經處理完了喔 它本人長這樣 長這樣 山芋頭就這麼小一顆 那剛剛你們看到的那個乾有沒有 曬乾完就變這樣 哇塞 炒油 對 山芋頭就這麼小一顆 對 小小的 阿武烤你 嘿 這是山芋頭 對 這是什麼 燙手山芋 謝謝大家 好 好 我們排骨下來 我們鍋子裡面都不用放油 直接下來煎 你就把那個油 油脂直接逼出來 所以別人另外再加油 是 我們稍微煎得兩面稍微脆黃 我們再加我們的芋頭進去 阿虎是不是 你會自己做吃的嗎 沒有 我通常都是看這個 譬如說我今天看那個料理 然後我很想吃 我就會去網路上看那種 他怎麼做 然後我就照著做 就是我們有料理的嘗試 可能師傅我背不起來 但是我會看著做一步一步做 然後都不會差太多 對 像我今天這樣看一次 或是回去節目再看一次 我就會做了 那如果晚上要吃個飯 兩道菜 三道菜 這個就是很好料理的方式 速度又很快 速度又很快又簡單 乾煎完之後 我們煎完逼出一點油 我們的芋頭就可以下來了 然後我們的蒜頭 蒜片 蒜片 稍微來一下爆香 好 好 師傅我想請教 這個是什麼 甲酸醬葉 甲酸醬葉 它的葉子的本人在這裡 葉子本人這麼大 這麼大一片 把它切成是塊狀的 這個煞哥 對 常用嗎 常用... 就是我們在包那個 Avai 裡面那個內葉就是它 對 然後你也可以直接拿來炒 或者是在家裡吃宵夜的時候 就是泡一碗泡麵的時候 你也可以切成絲放進去 那個味道更提升 沒錯 師傅就在 剛把這個醬油啊 一些調味料還沒有加 有 先加醬油了 先加醬油 對 然後我們加胡椒粉 這香氣都已經飄過來這裡 砂糖 對 砂糖 好 好香喔 真的好香 真的好餓喔 讓我們現在 把蓋子蓋起來 我們讓它燜煮個差不多20分鐘 燜煮20分鐘 對 所以主要我們要讓我們的排骨熟透 還有我們的芋頭也是 芋頭 要熟透 要不然它不夠熟的話 吃起來我們會 有的吃起來會癢癢的 對不對 對 好 所以20分鐘完 先也是讓它入味啦 對 等它入味 湯汁稍微收乾一點的時候 我們再來加我們的 芋頭乾粉 還有我們的 甲酸醬液 還有辣椒 這樣就OK了 好了 好囉 20分鐘到了 哇 哇 好香 香吧 哇 再稍微給它攪動一下 哇 大火收汁 整個入味 這時候我們要一氣合成 一氣合成 我們的芋頭乾 粉直接下來 嗯 芋頭乾粉 然後我們的甲酸醬液 甲酸醬液 芋頭乾粉 對 一下 辣椒一下 辣椒 稍微 上色 然後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哇 還好我今天答對四題 你大概可以吃到四片葉子 四塊玉子 南肉就麻煩我了 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吃起來會有點像那個 奇拉夫的感覺 奇拉夫的感覺 跟大家介紹一下 來 薩哥 奇拉夫它其實就是用那個 小米包起來的肉粽 然後它只是把它拆開來下去炒 對 扇壽司 可以這麼說 有一點 然後也會把芋頭放在裡面入菜 對 所以咬下去的口感可能有肉 然後也有芋頭 對 然後或者是有的會加花生 是 還有一點小米的味道 跟傳統的那個糯米是不太一樣的 了解 對 這也是慶典上面 或者說是回禮要送給客人的東西 對 好 師傅 承設一下 好了 好了 完成 準備上菜